元朝末起 理智腐败 横争暴敛 科捐杂水 名目繁躲 同时连连的水灾和饥荒 导致百姓破产流亡 呼济为生 于是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当时在灾民中 普遍流行着一个民谣 使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天下反 北方白连教首领 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的 便决定抓住这一时机 发动起义 一军头骨红金 人称红金军 红金军是农民起义运动的一大势力 分为两派 分别是由韩山童 刘福通领导的义州军 和由徐寿辉和彭颖玉率领的于奇军 另一个大势力 是张世成领导的队伦 他在抗原战斗的早期 抵挡住援军主力 扩大了红金军发展的声势 红金军后来被陈有亮控制 在治政十二年 陈有亮成帝 成为原末农民起义的几个势力 新的社会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原末农民起义的势力之一 就是朱元璋 没想到 朱元璋成为最后的王者 他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 消灭其他农民军 击溃援朝残余史 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轰轰烈烈的原末农民起义 结束